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豪公开课 我们这次来谈2016年的总统大选 这次大选居今才8年 已经算是我们身边的事情了 从结果来说 政治选举属于改变生态环境等级的选举 多年来台湾蓝大于绿的政治基本盘 在政治选举期间 以肉眼可见的变化速度发生逆转 泛蓝阵营的主角国民党 正式走向边缘化 就始于这一届总统大选 我们先来看一下选举的结果 2016年1月16日 民进党的蔡英文以689万4744票当选 得票率56.12% 国民党的朱立伦得票率仅31.04% 也就只拿了381万3365票 出的无话可说 同时举行的立委选举 民进党同样获得完全胜利 拿下68席成为第一大党 这次民进党在历史上首次单独过半 也就是说 自1996年以来 历经20年的民主化浪潮 在野势力终于拿下完全执政的地位 我们今天熟悉的政治版图模式 就源自于这一场选举的结果 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关键有三个 一马王政争 二太阳花绝运 三第三势力崛起 当然了 这里说的第三势力并非单单只宋神长 而是在蓝绿之外的各种其他力量 我们可以从当年同时举行的第九届立委选举 看出这种趋势 那一年的绿营是 民进党44% 时代力量6.1% 台联2.5% 绿社盟2.5% 上述四党得票率总计55.2% 几乎就是蔡英文的得票率 你当然能看出绿营其中有20%的力量不属于民进党 但是这些力量选择支持蔡英文 共同打下范绿过半执政的江山 反之 那一年的蓝营是 国民党26.9% 新党4.1% 总计31.1% 这也刚好就是朱立伦的得票率 也就是目前蓝军的基本盘 除此之外的其他政党 清兵党6.52% 民国党1.62% 各种小政党加起来5.56% 总计是13.7% 这就是广义的第三势力 对比之前两届选举的结果可以看出 民进党是守住了基本盘 不过成长并不多 能过半胜选 主要靠整合了范绿选票 国民党则彻底失去第一大党的地位 从过去的进半出支持度直接腰斩 这就是2016年选举的基本态势 但是为什么呢 掌握行政机器的现任执政者 为什么会在四年内衰退的如此严重 这就是我们本集要探讨的话题 先让我帮大家还原一下 满意九第二届任期的开局 来复习一下这张图表 这是满意九两届八年任期内的满意度变化趋势图 你当然看得出来 第二届的评价远远低于第一届 而且自从连任之后不久就雪崩式下跌 批评价持续的几乎整个任期 如果用八个字形容满意九的第二届 那只能是开局崩盘躺平到底啦 可是为什么崩的这么快 来细看一下当时的状况 当选连任之后不久 满意九很清醒的说能够不受选举影响 推动改革的时间只有两年多 在第二任期里一定要用大刀阔斧的方式 来推动台湾脱胎换骨的改革 客观来说这没问题啊 民选政府的运作特性就是这样 回看2012年2月 马政府当时正处于没有连任压力 可以放手推动重大改革 给自己留下历史定位的黄金时刻 那么马政府是怎么做的呢 在两年多的改革黄金时期里 他选了两位学者型内阁 首先阻隔的是陈冲 这位学术基础深厚 擅长财经与法律 号称财经内阁 妥妥的要拼经济的架势啊 陈冲内阁上台后第一周的民调数字是 满意度38% 不满意度20% 算是有一个还算可以的开局啊 但陈冲内阁运作了12个月期间 景气对策信号却连续11个月为蓝灯 直到2013年元月下台前夕才勉强转为绿灯 拼经济什么的是谈不上了 所以这一届内阁满意度很低 是因为经济很糟吗 应该不能这么看 因为几个月之前经济也很糟 马英九还是成功获得连任 说明至少有一半的人不这么看 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认为是踩到遗留的地雷 我说几个案子你就有印象了 陈冲要面对问题包括 一是否开放美国牛肉进口 二是否要砍军公教退休年金 三是否施行一例一休 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有清楚认识的话 应该知道这些全都属于政治问题 是非对错标准是很弹性的 属于那种在野时说这一套执政后会做另一套 标准的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的问题 碰上这种问题还好几个一起来 除非运气很好 不然通常是讨不了好的 当然除了这种系统性问题之外 陈院长还碰上了灵异式所会案 这个案子我非常有印象 尤其是那几句 行政院这么大一间 只有三个人在上班 院长副院长跟我而已 算是把马英九青年的招牌砸得粉碎 此后再提到都属于说笑话等级了 就在这种地雷连环暴的局面当中 陈冲勉想坚持的近一年后下坛 然后就是关键的江仪化内阁 这是最典型的学者内阁 江内阁总计运作658天 是马政府第二届任期当中最长的 同时也是公认最关键的一届内阁 因为马王政争与太阳花学运 都发生在江内阁任内 先来说说马王政争 这场政治风波发生在2013年9月 是总统马英九余力发言长 王金平的直接政治对抗 此案是马英九第二届任期的分水岭 甚至可以说是整个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事情是从一场记者会开始的 2013年9月6日 特征组召开记者会说明 有众多政府高官涉及关锁案 其中包括立法院长王金平 此栏一公布取国哗然 具体来说是特征组监听了 民进党立院总召与王金平的通话 然后发现这段通话可能涉及关锁 特征组发现这场关锁疑云 牵涉到立法院长 法务部长等高官后 于是决定直接向马英九报告 根据后来披露的资料 报告的内容是 王金平虽然官说但是没有收费 所以难以追究法律责任 马英九听的时候眉头紧锁 这该怎么办呢 先到马英九考虑一下 我们来介绍一下王金平当时的处境 王金平是民国宪政史上最实声的立委 自1975年起当过13届立委 总共当了44年 历经7届总统 并当了5届17年的立法院长 早年他是高雄在地的实力派 在人脉与房地产方面都很有实力 1975年就以19万票当选立委 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 随着高雄逐渐转为绿营票仓 王金平转以不分区立委的姿态继续从政 在连战时值当退休之后 王金平就是国民党本土派的领袖啦 不过比起历经都是民意洗礼的马英九 王金平最后一次参选地方选举是2001年 因为进入21世纪之后 面对不断绿化的高雄 不管哪个选区似乎都不是那么有把握 所以为求万无一失 王金平改以不分区身份主导立法院 这也是王金平需要参选党主席的原因 并且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 因为国民党有个内规 党员担任不分区以两界为宪 如果这个内规不改 王金平的院长最多只能当到2008年 所以必须参选党主席 然后修改内规 事关政治生命的延续 王院长使出了浑身解数 不论是议题设定 文宣攻防都领先对手 各地精品之友会也陆续成立 营造出相当高的胜选气势 几乎整场党主席选举 王院长都掌握主动 成功的营造了能整合泛兰的在野共主形象 然后得票连马英九的一半都不到 妥妥的惨败啊 开票当晚 马英九赶往王金平官体制议 那时王院长刚好结束媒体专访 正要南下回老家 人已经上车了 然后众多记者就见证了尴尬的一幕 马英九人都已经赶到王金平坐车旁边了 但是王院长硬是没有下车 就绝成而去 此后马王兴杰就成为国民党内最大矛盾啊 连已经失破了 那好吧 失破就失破吧 那就一切照规矩来办吧 本来2008年这一届马赞英就打算取消王金平的不分区资格 但是考虑到对方的人脉与影响力绝对属于败事有余这个等级的 所以马赞英最终选择了绥靖 搞了一个议长条款让王金平续任两届 所以20082012的立法院长都还是王金平 然后时间就来到2013年了 从当时的新闻报道来看 马团队已经对王院长很有意见了 翻翻当时的报纸政治版 每隔几个月就有马政府高层放话 诸如什么 院长与反对党互动太密切 让政府的政策都推不动云云 总之就是没有好话 想直接动手搬开党路的石头马 却又各种投鼠忌器下不了手 于是只能忍着 眼看一天透过一天 任期都快过半了 这该怎么办呢 就在此时关说案来了 在思考了几天之后 马英九决定长痛不如短痛 但是该怎么动手呢 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 这件事情在法律上是没有犯罪的 所以必须政治解决 具体做法是 先让特征组开记者会公布案情 营造舆论压力 方便后续动作 当时特征组的结论是 行政高官涉及官说 随未涉及刑责 但是有行政责任 至于国会部分 基于尊重国会自治 所以牵节不处理 这场记者会召开 当时王院长正在国外 所以媒体把焦点指向了法务部长 9月6日上午的记者会之后 涉案的法务部长 两度亲赴行政院说明 不过于事无补 当晚就在院长压力下 请职获准 第一步算是达成了 然后9月8日 马英九亲上火线痛批此案 如果这不是官说 那什么才是官说 言下之意是不会互短 要祭出党记了 然后变数开始有限 首先是连战办公室公开发言 这种做法并不公平 再然后紧急从国外赶回来的王院长 一回到台湾 就在机场举行记者会表示 这不是官说 而且特征组未审先派 烂权监听 顺带一提 当时到场声援王院长的人 包括十多位国民党立委 数十位地方派系领袖 以及两千名支持群众 可以看出王院长没有要认输的迹象 显然的 这些案子注定要政治解决了 那机场记者会 我都有在电视前面看 本来前两天让我看到马总统记者会的时候 我以为王院长的政治生命大概算是要完蛋了 因为这个案子怎么说也算是个政治污点啊 万会没想到双方吵了几天之后 焦点居然从官说疑云转成非法监听国会 而且民意似乎越来越支持王院长 事后看来这应该是马英九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在2013年9月之前 国民党内几乎没有人能挑战马英九 选党主席 选总统 连任总统 战无不胜 但是在此案之后 马英九的基本盘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水 几个月之后 除了马团队之外 几乎没人在挺他了 怎么会搞成这样 我觉得是其差一早满盘皆输 来看接下来的细节 9月11日 马英九信心满满 在总统府开记者会谴责司法官说 并让考机会宣布开除王近平的党籍 就在大家都以为王院长要凉了的时候 援军陆续抵达战场 首先是国民党中常委连胜文发话 不能为审审判 这样让人非常难过 然后民进党立员党团宣布 取消跟国民党的预定辩论 虽然没有明说是要声援王院长 但是意思很明显 此后事情开始磨患起来了 报纸上开始出现各种学者专家的投书 讲的全部都是总统违法扩权争议 原本自以为占领道德制高点的马总统 突然变成了监听国会的滥权统治者 一下子就里外不是人 这还没完 9月13日 法院裁准保留党籍 王院长保住了立法院院长的资格 这是这场政争的分水岭 从此攻守态势开始逆转 几天后 马正英开始营火烧身了 10月3日 检方同日传唤相关人出庭 因为怀疑这可能涉及犯罪 相关人包括总统行政院长及检察总长 这些人同时被传训 可是司法史上的首例 到了这个地步 马总统甚至在阴沟里翻了船 张水泉泼在自己身上了 现任后还因此案被提起公诉 前后缠送5年多 虽然结果是被判无罪 但是心中宣处 可想而知 此案在法律上的事事非非 已经上升到宪法层级了 算是还有讨论的空间 不过在政治上很明显 妥妥是马英九输了 前一天下午我在组组馆 把此案几年来的相关报道看了一遍 心中很是感慨 我不禁在想 如果是李登会要斗垮王金平 他会怎么出手呢 结果应该会很不一样吧 不管怎么样 2013年马英九没人打垮王金平 反而让对方继续主导立法院 那么接下来他就要付出代价了 2014年3月18日 太阳花学运爆发 这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学生运动 这次学运的起因 是马政府要强行通过 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定 这项协议算是当年ECFA的进阶版 会更大程度的开放两岸之间的经济往来 消息一出 反对派群情激愤 3月18日晚上9点 反对服贸的学生群众公民团体 突然集结闯入立法院议场 并用座椅封锁的门口算是占领立法院 接下来随着社会舆论普遍的支持与肯定 马政府无法使用强制驱离的手段镇压 一场突袭式的占领运动 扩大成长达585个小时的大规模公民不服从运动 事后看来 这场学运之所以能扩大 立法院长王金平的态度至关重要 基于重视第一手资料的原则 我们先根据 李登辉总统辽署故旧访谈录第二册 当中王院长的秩序内容 来看一下事件爆发最初几小时的情况 根据王院长的回忆 2014年3月18日晚上群众突然进入立法院占领议场之后 市长郝龙斌就打电话来说要驱离群众 他表示同意 接着行政院长江一华也来电询问 我们准备驱离您是否有意见 院长回答说我当然同意 于是接下来9小时警察三次攻坚 但是都被学生阻挡不得其门而入 王院长于此时出面表示 三次攻坚都无法驱离 现在已经无法攻坚了 不要再发生事情就维持现状 另寻他图 这样算是想要驱离还是不想要驱离 这真是个问题 我把当时的状况说得更完整一点好了 当天晚上 谢长廷蔡英文都曾到场支持 在甚至人物离开之后 警方就开始驱离 最后一次驱离失败是在凌晨3点 然后王院长就发话了 警察就退下 几小时后天就亮了 然后就有数百名自发前来支援的市民 抵达立法院在周边马路上集结静坐 宣布要声援于保护学生 接着早上八点学生举行记者会 提出三项具体诉求 一 总统马云九道歉 二 警察退出立法院 家乡一花下胎 三 立即退回福茂 当然 马政府不可能接受这种要求 于是学生表示要无限期抗议 随着这场抗争走向长期化 期间王院长多次表示 不会驱离 算是与学生有了相当好的互信基础 最终4月6日上午11点 王金平进入立法院议场与学生对话 并敦促学生退出议场 然后承诺 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完成立法前 不会召集福茂审议会议 4月7日晚上8点 占领行动的决策小组召开记者会 回应王院长给出了承诺 记者会上宣读的声明表示 抗议学生已经完成阶段性任务 将在4月10日晚上6点退出立法院 至此学运大致高一个段落 所以说王院长对此事的评论是 这本来没有偶的事 我是在收拾残局的人 不管你信不信 我反而是信 那么该怎么评价太阳花学运呢 我觉得10年的时间还太短 还不注意看清所有的事情 所以评价我们就先保留吧 来看看政治效应就好 这个比较容易观察 最显著的政治效应 就是半年后的2014年县市长选举 这次选举毫不意外的呈现一边倒态势 民进党一举拿下4个直辖士 也就是桃园台中台南高雄都拿下 还有9个县市总计13席 国民党则说得非常彻底 从上一届的15席退到只剩6席 直辖市更是只剩下新北市 因为台北市被五党籍的柯文哲拿下了 而且这也是民进党首次在县市议员得票率超过国民党 虽然只赢了0.2% 但熟悉台湾选举模式的人都知道 这意味着国民党实力最强的基层派系版图 也开始崩解啦 来看一下这张历年得票率统计表 你能很清晰的看出民进党的成长趋势 以及国民党失去地方派系支持的趋势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2014年底 国民党会出现这种崩盘式的败选呢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民怨沸腾 由于相关事件距今都不到10年 有些关键资料还未解密 马英九执政的成败 我还不想这么快下定论 但是有件事情是很明显 2012年之后的马英九 真是做到了嫉恨藏将 结怨天下的程度 由于2013年没有选举可以发现 所以民众对他的不满累积两年之后 就在2014年底来了一式总爆发 由于输的时代太惨烈 选举开票隔天 马英九就持续党主席啦 此后马英九胜于任期直接跛脚 历史定位什么的都风吹雨打去了 不过马英九时代是结束了 国民党的日子还得继续啊 那么该由谁来代表参选下一届总统呢 接手党主席的是朱立伦 不但因为他当时的形象最好 也因为他是国民党当时谨慎的直辖市长 可是比起后扁时代的蔡英文 朱立伦似乎没能做到忠望所归 于是接下来的一年多 国民党展开了一连串的魔幻操作 当时台面上有资格的候选人有三位 一副总统吴敦毅 二立法院长王金平 三新北市长朱立伦 最先出局的是吴敦毅 不知道为什么 从2012年开始 吴敦毅的形象就非常糟糕 在我的印象当中 他似乎没有做什么特别招人恨的事情啊 但是就是没有听过关于他的一句好评 那么就是王金平院长了吗 一开始看起来似乎是这样 因为这同时符合王院长与朱市长的利益 那一年王院长已经74岁了 如果还想更上一层楼 这是最后机会了 而且向来以王院长不合的马振营 此时正处于声势最低点 完全不构成阻碍 而对当时年仅53岁的朱主席来说 推王院长出去选有三个好处 一来 这场选举谁选谁是炮灰啊 这种满手烂牌逆风局 与其冒险一搏 不如稳守新北市政府 以待天下有变 二来 可以顺理成章的世代交替 在连战吴伯雄马英九陆续交往之后 王金平算是排在朱立文前面的最后一位前辈 这一届把他推出去选 无论结果是大输还是没赢 都算把他交代掉了 难道王院长选输之后 还能厚着脸皮回头再当不分区院长吗 当然是请他安心回家养老 然后自己四年之后再收复师徒 再来还可以避免培养新的竞争者 虽然这场选举胜算很小 但是万一输得不难看 那代表国民党出马的人 不管是卖菜的还是捕鱼的 必然身世看长成为党内政治新明星 那多麻烦 不如就让王院长放手一搏吧 虽然马总统肯定不乐意 但现在形势比人强 他也无力回天啊 当然王院长多年政治历练 朱市长这点小心思他还能看不出来 所以王振营这边也还在犹豫 正当国民党各大三头彼此算计的时候 2015年4月3日 立法院副院长洪就住 宣布投入党内初选要搅逐总统大位 不过他一开始就公开说 自己是要抛砖引玉的 主要他是希望朱王武等实力派出马 然后这块砖就把其他三个人都砸退了 平良心说洪秀柱做事情没毛病 虽然说他没有派系支持 宣布参选的记者会上次来了一位市议员 场面之寒酸连记者都替他担心 但是他做的是正确的事情 政治人物本来就不应该只计掉个人得失啊 洪秀柱宣布参选之后 积极透过立法院助理寻找志工 最后来了两千多位志工 轮班寄送党员连鼠书 并让年轻的支持者负责在网络上宣传 根据他的说法 这是要培养党内的年轻人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 他毫不器人的持续进行 终于开始有人看见他了 他这种堂堂正正讲理念做宣传的姿态 慢慢把一些深蓝的支持者聚拢到一起 如果说当时的国民党内还有人能感动支持者 那肯定不是那几个老男人 而是这位党内姑娘猪猪姐 但是最可悲的就是 他越是努力 对国民党来说就越悲剧 因为他实在太非主流了 洪秀柱的理念是一中同表 这种主张在1996年都称不上主流 方才2016年的政治环境下 算是政治光谱上最边缘的那种立场 这是让党内的立委非常痛苦 因为如果让他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 不但总统不可能赢自己的选行 也会被拖下水 再者与民建党这种理念型政党不同 国民党是利益共生型的政党 是属于那几个老男人那种类型的 朱朱姐这种单纯讲理念的政治人物 根本不可能整合地方派系出来支持 所以党内没有人真心希望他出马参选 可是他又非常认真 逐渐获得媒体与支持者的肯定 这该怎么办呢 只好弄个房砖条款 看能不能靠体制来劝退朱朱姐 所谓的房砖条款是指要求平均民调 必须超过30%才能获得提名 关于这一点朱朱姐也没意见 他本来就说自己是要抛砖盈域的 那就开始民调吧 结果是平均支持率高达46.2% 为什么这么高 因为范律支持者家里也有电话 人家当然知道该怎么回答最有利 这下好了 骑虎难下了 7月19日国民党正式提名洪修柱 参选2016年总统 结果是与这个宣布 同时换柱的耳语也出现 这下是国民党高层真是两面不是人 现在党内最热情的支持者都挺住 如果真的换人 那就是拿刀捅自己 可是朱朱姐又显然会拖累立委选情 如果硬选到底 那也是拿刀捅自己 8月9月10月随着选举逼近 直接面对选区压力的立委们急得跳脚 无论如何都要换柱 最终形势比人强 10月17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代表大会 宣布换柱改成提名朱立伦 此时距离2016年1月16日的投票日 只剩下三个月了 任何对政治有点概念的人都知道 朱主席这一届属于跳火坑 而且还是自己把自己踹下去的那种 而且他跳下去的时候 还自己抱着一袋炸腰包 因为他选择了副总统候选人 后来被揭发有买卖军宅套利的作为 被舆论强烈批评 最后不得不公开道歉认错 这样说吧 有记者这样写 当时朱立伦到立委竞选场子的时候 总是先跟支持者道歉说明解释 然后才开始助选 唉对了 这一集讲话都快结束了 怎么都没说到蔡英文那边呢 英文没有必要 在这一届选举当中 蔡英文阵营从头到尾都领先 而且是那种大幅领先 途中他唯一落后红袖柱的那几天 就是国民党打电话做民调的那几天 理由不需要我解释了吧 所以蔡英文不需要做任何冒险的举动 只要稳定的凝聚支持者的信念即可 是一选前被广泛讨论的偶像明星被迫道歉事件 其实对总统选举的结果没有太大的实质影响 因为市场选举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不过这个事件对选举之后的台湾还是有影响的 这个我们就下次再说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希望您会喜欢 更感谢会员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次见 拜拜